今天看完这个视频 回家一定要给老婆准备一份气锅鸡 这个呢是属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 要想包裹汤啊 用这种紫砂锅 特别好吃 最关键呢还是要选这个小筋 当天宰了 没下过蛋子 小母筋 鸡尖这块不要 给它拉掉 把最好的部位选下来 好 鸡脖 鸡头 还有这个鸡架 咱们不用 现在这个选好的鸡腿 先有一个清洗的过程 鸡身上这个油呢 一定要带着它 出来之后呢 它汤肥 这块呢不要改的太大 好嘞 咱这种小筋最好的木 我配羊肚菌 但是咱们呢 条件不具外 对不住啊 我买的当地的这种特别小的小香菇 你喜欢什么菌类的 你可以放一点点啊 就是调个味儿 这个是什么呢 是口膜 咱也放在这里 鲜的虫草花 鸡越鲜 味儿呢越好 这个蘑菇 挨着给它麻里 然后香菇 要是说蒸锅 那你就得两个小时 姜呢 您就给它放在这个最边上就可以了 一边一块 锅子就算齐了 咱们盖上盖 现在咱有一小窍门 一片白纸 一小块的当归 这锅里边呢 您一定要放足量的水 长时间呢 蒸 料不能太多了 要吃出料味儿来就不对了 您喜欢白纸的味道 您就多放一下白纸 我喜欢当归的味道 这个黄酒呢 不能放在气锅里边的 但是您可以放在水里边 把这个气锅往上一做 用高压锅是最快的方式 咱们这气锅呢 一定要从高压锅上气开始计时 您照着一个小时 您要是拿不准 那您可以先开这气锅看看 看完这个水跟这个食材平了 就OK了 咱们现在呢做一个蘸汁 云蘸的蘸水呢 一般情况下 得有当地的这个折耳根才行 今天我也没到市场去买 咱们做一个白切鸡的蘸汁 葱芯拍碎它 切成蓉 用刀背敲敲它 就让它出来味道 姜呢一定要去筋 拍完了之后 用刀背给它砸出来 好 最好是用花生油 六成肉 两克盐 往里一加 齐活 出锅 看看咱们的气锅鸡 咱这个菜呢 不是先吃肉 而是先喝汤 汤色金黄清澈 只给一点点盐 鲜 咱喝完汤之后呢 该吃肉了 蘸着这个葱姜油 白切鸡的吃法 运用到咱们这个气锅鸡上 一样鲜美 再来一块儿了 来一大碗 小鸡 非常酷 等待我自己做的 一块儿 烤